歡迎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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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從我們講 春江水暖鴨先知 現在民進黨的第一個鴨子跑出來了 NCC的主委陳耀祥 剛剛講的現在立院的生態會被變 而且看起來可能民進黨 會佔於一個少數的位置 少數位置以後 陳耀祥馬上講了 我的任期只到7月31號 我要回到校園 阿波浪槓了 沒錯 這個先知鴨出現的 先知鴨是誰呢 就是NCC主委的陳耀祥 他已經預告了未來的 我們立院的生態是怎麼回事 NCC主委 如果按照過去民進黨的一黨獨大的時候 我要繼續當就繼續當 我7月31號日程期到 我要可以繼續當嘛 但他現在已經說了 還沒有到這個時間點 他就立院新生態 剛選完沒多久 他就說我到7月31號 我未來回歸到校園裡面去 他要講啊 我的任期如果到了7月31號 5月獎都早了 你6月獎也可以啊 你幹嘛現在才1月 你就要說你要走了 而且是在什麼 要選立法院院長的前期 他這樣講 表示他知道未來的生態或是什麼樣 未來的生態呢 立法院來說 應該是說 由藍白來主導 那綠呢是處在一個少數的這一邊 藍白會主導 對也就是64比51的這個局面來說的話 大概是沒辦法避免的一個狀態 那實在連至今天 可是白還不在那邊扭扭捏捏捏說 我們要跟藍合作跟綠合作 還不一定嗎 保洁那都是言假的啦 言假的 那結果連柯建民今天都說 未來的國會我們可能會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呢 這個陳耀祥這樣說了 柯建民都這樣說了 所以大概目前為止 這個 這個 你這個柯文哲一邊扭扭捏捏 這個 甩太 包 包姐 藍綠都已經看清楚你怎麼選擇了嘛 所以說 現在民眾黨還在那邊有衣兩端 還在那邊扭捏捏 你說那都是障言吧 是當然 今天韓國瑜直接一個臉書跟講 好我就接受你的四個承諾 而且我要進行國會改革 對 北京是對你丟出最後的橄欖池 要不要接受 這是最後的關門時刻 沒錯 你看一開始的時候 柯文哲在那邊採探 你看一開始巴西 我們有四大改革 然後我們有 這個我們團進團出 問題是藍綠邊緣你之後 你就知道說 哇糟糕我沒有辦法扮演重要的角色 你玩不下去 然後還繼續在那邊 我一下子說 我們八票要團進團出 後來我們可以分開支持 然後今天總統又傳出說 我們要投這個韓國瑜 然後他們的陳志涵就說 那誰說的 在放風聲 你看都是他在講 問題是藍綠早就看清楚 你要逼這麼棒 你現在能往哪裡跑 他不能玩嗎 當然沒有辦法玩 所以今天早上 韓國瑜就丟了這個 回應你的這個四點要求 給你下台階 趕快下台階 趕快來 然後下午的時候 這個朱立倫也對你們喊話了 趕快我們現在來 團結所有的在野力量 其實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因為很簡單 這個架構已經形成了 架構形成 這一次的選票裡面來說 綠倫拿了40% 然後藍百拿了60%的選票 以目前為止來說 綠的這40%的話 就是屬於賴清德 或是屬於民進黨 很鐵的這個40% 你大概跑不掉 那這60%來說的話 未來如果你柯文哲 想要謀取大位的時候 請問你要往哪邊跑 你只能往60%去跑 那往60%去跑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你一定要站在40%的對立面 所以你說柯文哲 這一段時間的崛起 就是因為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你要推倒藍綠的高牆 還有 你今天要把國家還給人民 你是不斷去質疑民進黨的政策 對 從疫苗 從國防兩岸 不斷的質疑 所以未來 你唯一的深度是 繼續質疑民進黨 對 如果你把民進黨 當民進黨受傷 把民進黨打垮 這60%藍軍的選票 對 才有可能往你身上猶疑 對沒錯 也就是說 站在柯文哲的立場裡面來說話 他未來要想辦法 在60%裡面 拿更多的選票 我就能夠跟民進黨來進行一個教派 所以他現在想要 顯然要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如果我跟民進黨合作的話 那我幹嘛投給你民眾黨 可是之前不是講嗎 我的院長要投給尤錫坤 那就是個骰太 骰太 想辦法這樣子 想辦法在那邊猶疑 表現說我是大胃 我是決定說的力 可以說他沒膽子 當然沒辦法 因為他一定要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你說像黃國昌好了 他未來假設真的要選台北市長 或是新北市長好了 他在立法院有所表現的時候 請問他要怎麼樣 難道他跟民進黨站在一邊 我們通過很多好法案 還是那邊說你也太離譜了 罵官員 你覺得哪一個會比較好 他唯一的深入就是打擊民進黨 所以民眾黨所有的 他們要壯大自己的時候 一定要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他們 逼迫了他們必須要站在民進黨的 對立面這一邊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很多法案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藍白之間 他們反而是比較有共識的 這個白綠之間反而 比較沒有那麼多共識 所以他在法案的推動上面 他可能也跟這個藍營的話 也比較接近 所以說在立法院院長 已經沒有懸念了嗎 基本上沒有懸念 你不可能投給綠營 你投給綠營的話 等於是你這個行政院長 這個行政權 都已經在你這個 這個所謂綠營的手上 立法院院長又被他拿走的話 那請問你們這一次 一直在喊說什麼 要這個站在綠的對立面 要推倒藍綠 或是說你要下架綠營 那你在喊假了嗎 所以說就算是 站在國民黨立場 我也樂見你跟民進黨的政治合作 那為什麼我這次說 你看國民黨這次出招顯然 就比較篤定 你看從韓國瑜拍板 這個韓江沛開始之後 你看他也是一招一招 一刀一刀的出去砍 他其實沒有隨著你起舞 這次的國民黨顯然 他的立場就站得比較穩 不像當初藍白盒的時候 一直在那邊啊 一直在一下被 跟你鼓掌啦 跟你拜託啦 一直被咳這樣主導 咳怎麼樣然後怎樣 你看這一次不是喔 這次國民黨顯然就站得很穩 我先把我力量鞏固起來之後 鞏固完之後 我再跟妳喊話 妳要來就要來 妳不要來就不要來 妳看前幾天的時候 柯知恩不是說了嗎 他甚至還點名 你們這個民眾哪次起 他已經下了指導期 我知道啦 因為你柯文哲在之前 柯文哲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因為柯文哲之前講說 我們要投給這個韓國瑜的話 我看一下這個什麼黃國昌 可能沒辦法 那這個陳昭之也沒辦法 黃三昇 這是柯文哲講的 所以這個柯知恩就說 沒關係我知道這三隻沒有 這還有五個啦 五個可以投我 那他是跟誰喊話 這跟柯文哲喊話 這五席就是柯文哲可以決定的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他其實已經看得很清楚 好你就算這三席不願意投給我 你還有五席可以投給我 所以國民黨都已經盤算好了 你現在路就是這樣走 你要不要全部投給我 要不要就是這五席投給我 OK就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這整個賽局裡面來說的話 國民黨看得非常清楚 你只能夠跟我站在同一邊 你有走 國民黨現在盤算是這樣 你要嘛站在跟我同一邊 這是對你的利益也很好 那我們利益也OK 我們可以站在同一邊 問題是假設 你真的要投到民進黨那邊的時候 OK我馬上把你打成小綠 這六十八個選票 我可以全部南瓜 你去跟民進黨搶 所以跟你說嘛 目前為止來說 怎麼算 我們就講 其實政治的這個大架構裡面 板塊是決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板塊決定結果了 你如果板塊你要喪失自己的地盤 喪失自己的核心價值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會落得兩面不適人的狀態 你覺得柯文哲來講 目前為止 最重要要緊守什麼 緊守那六十趴的這個板塊 我要在這六十趴裡面壯大茁壯 這才是我最好的生存之計 因為我已經搶不到那四十趴了 所以柯文哲就是注定要站在這六十趴 站在民進黨對面 所以你看 為什麼陳耀祥要浪槓 為什麼這個柯建民說 未來的國會非常艱難 他已經在外面看是一團迷霧 可是在局中的人非常清楚 當然非常清楚 我就講為什麼 你看民進黨一開始的時候說什麼 你看當時民進黨不是有人說 我覺得這個民眾黨裡面有非常好的人才 這個張其露什麼 我們都可以讓他當委員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他想要用官員的方式去把民眾黨拉過 但是問題是 民眾黨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民眾黨就沒有任何的價值 所以他不會這樣做的時候 那顯然他的立場就會非常清楚 而且吳東講過啊 柯文哲只在乎我自己的利益 那我幹嘛我便宜我下面的人去當隔離 所以啊 那對我有什麼好處 所以你站在柯文哲的立場來想的話 那60%絕對是他 現在他流口水的是那60% 我要把這個60% 想辦法換成是我最大的未來四年的選票 這才是他真正的核心利益 不是我也歡迎他去投給游錫坤 投給游錫坤以後你就被他說 小綠小綠小綠 對啊所以啊我就說嘛 他也不喜歡當小綠嘛 那黃國昌他也不喜歡這個標籤貼在身上嘛 所以說其實如果你把他們的專注的最重要的核心利益揪出來的時候 他會做什麼決定 其實我們都已經了然於兇了 有些我本來以為說欸 一個簡單的立法院政副院長的選舉 欸現在搞得變成說 未來藍綠整個政治板塊的殊死戰 當然現在各位你看啊 為什麼這個國民黨完全處之泰然 跟過去總統選舉期間完全不同 以前選總統的時候是 國民黨拜託再三固定說 你們總統來跟我合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是我需要你的選票 可是現在情況相反了 現在變的是什麼 變成是國民黨的五十四淡定的 不動如山的坐在那邊 只開了一扇小門說 看你民眾黨要不來 因為現在是民眾黨需要 國民黨的招牌跟顏色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主流是什麼 他們覺得國民黨的招牌臭了嗎 現在主流什麼 國民黨代表一件事情嘛 藍的不重要 重點是反綠嘛 是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嘛 所以民眾黨想問你一件事情 所以你說現在的政治生態 不是藍綠 是綠跟反綠 對就只有兩種顏色 一種就是你要成為民進黨的模樣 還是反對民進黨的模樣 現在就是國會在玩的遊戲啊 而且是誰創造這樣的格局 改變這樣的格局 就是柯文哲啊 對嘛 柯文哲嘛 那問題是 韓國瑜在當中扮演了 推動的一個重要角色嘛 他把這個局面變成這樣 因為一開始不是這樣 一開始為什麼民眾黨 可以在那邊騎關山 然後以為自己是老大 說欸 你兩個看誰要來喔 我可以決定一切 聽我的 對嘛 但是為什麼後來變成是 如今這個處境 民眾黨左右不是人 投也不是 不投也不是 然後變成一張廢票 因為國民黨抓到這個核心利益 而老柯今天也聞到這個核心利益 老柯聞到了 老柯今天發一篇臉書貼文 我最喜歡看老柯貼文 你知道老柯最新貼文講說什麼嗎 他說 所以說未來民進黨在國會戰場會很辛苦 而且這個很辛苦呢 情勢會很緊繃呢 因為我們沒有優勢席次 未來在院會各委會可能都要動員幾乎每天都要打仗 每天都要打仗 對 而且委員會決議跟政府方向抵觸 民進黨的執政會很辛苦 未來立法院會是主戰場 對 老柯這邊宣告等於是說未來民進黨在立法院即將紀錄在野模式嘛 就路通過去我們在在野時期的一樣啊 每天都要吵吵鬧鬧鬧 每天動作動員每天都要打仗 而且各個委員會可能會抵觸什麼意思 你藍白可能會在一起嘛 可是白先生不是講嗎 我可以隨時改變啊 我可以跟藍的合作 我也可以跟綠的合作啊 對 但是最後他們現在面對到2026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要選舉啊 選票考量啊 今天我反問一件事情好了 黃珊珊她的核心利益 當然你說她可能會往民進黨靠攏 她是小一女孩 但黃國昌呢 黃國昌的核心利益是什麼 黃國昌的核心利益不就這幾年來 就是以打倒民進黨反對權威 反對執政反對貪腐 作為她的一個核心表率嗎 對 所以你說黃國昌跟民進黨才有根本矛盾 對嘛 所以黃國昌她的定調跟她的定位 早就已經跟民進黨分檔搖標 這個時候她怎麼有辦法去跟柯建民站在一起 這個時候她怎麼有辦法跟民進黨站在一起 對她而言她要拉大她的生存空間 最大的範圍是什麼 當然是我主打著反律的大旗 我去搶在這個第一線 我衝鋒現場 我證明我比你國民黨更能監督民進黨 所以在這個狀態跟趨勢之下 你看懂了嘛 現在只有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我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 到底看誰比賽誰更能夠代表這個 監督執政黨的力量 現在玩遊戲是這個啊 這也是我們講 總統大選的時候 柯文哲不也是玩這一套嗎 對 那是因為大家你都被混淆了 被誰混淆 被黃珊珊混淆 黃珊珊一進入立法院之後 開始對民進黨釋出善意 釋出好感 所以唯一的變數是黃珊珊 對 各位你不要搞錯 所以唯一有一兩端的是黃珊珊 對 所以唯一想跟民進黨討好的是黃珊珊 對寶玲跟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今天我們講喔 民眾黨這麼多席立法委員 吳春成能夠等於黃珊珊嗎 不能 他也是一席耶 吳春成今天想做什麼 我當然藍綠我都想跟你做生意 我怎麼會想到這個選邊站 對不對 再來林國成更不用講 林國成已經是什麼政黨的 親民黨 親民黨的耶 所以他女兒林甄宇也是耶 他們兩個對他沒講 在所謂的整個在選舉期間 他們都罵民進黨罵最兇的嘛 都是上各家媒體 然後批評執政黨批評最兇的嘛 張琪凱也是啊 他今天會選擇跟你說 我跑去跟民進黨混在一起嗎 他還要去嘉義選舉的人耶 那剩下兩個 比如說你這個要師的也好 所以我就講 跟民眾黨的根本利益 每個人八個人其實都大不相同 這只是因為現在 韓黃珊珊組長的這個所謂的 民眾黨的激性 民眾黨的大旗 讓你誤會以為說 好像存在有模糊空間 有跟民進黨合作的空間 但對於這各個委員而言 未來不論是要提案 不論是包括像這個 要師公會黎一軍 他要做什麼 他勢必得跟在野黨合作 他才能打響他的招牌 所以韓國瑜就是精準 掌握到這個點之後 先把自己的根基抓穩 這五十四席我確定 我確定穩定之後 我再來跟你在野黨談 因為在野黨外來 得要思考一件事情 不管你是要提案 不管你是要曝光 不管你是要舞台 今天你碰上民進黨之後 你只會有一種下場 就變小綠啊 被吸心大法吸光了 你會被他吸收土納掉了 但你跟國民黨不一樣喔 你跟國民黨這邊這個舞台 是你還有表現的空間 你還有競爭的空間 你還有競逐空間 所以現在玩的叫做 亦進亦和嘛 我們之間可以競爭可以合作 所以對於黃珊珊而言 反而是我覺得接下來 真正看的看點是什麼 他跟黃國昌之間的關係 因為黃國昌很顯而易見的 打綠是他唯一的生存法則 而黃珊珊的法則則是 我要跟綠合 所以你講這兩咖現在湊在一起 所以說其實每個政治 的手上的牌都非常的有限 現在未來 藍白能不能合不知道 但是白站在綠的反對面 是已經確定了 對 因為這是選票跟民意上的考量 你不能背棄你原本的根基跟基礎嘛 所以你這時候再回頭 來看柯智恩的話 你終於聽懂了 柯智恩這句話 跟這五個人講 當然這五個人聽得心有七七焉 對啊 我們今天進來 是因為柯文哲而進來 但現在卻要我們聽黃珊珊的 這合理嘛 這勢必會炒生權益上的 轉移的困難 跟他的動盪嘛 再來第二件事情 當這五個人 很有可能為了自己的理念 我今天想要提這個要事法 我今天想要提這個新著名的法案 張祈愷想說不對啊 我跟著你罵媒體幹嘛 我是媒體出聲的 他們會自然而然會怎麼樣 會越來越往國民黨這邊去靠攏 當國民黨递出這個誘惡的時候 自然會去靠近 所以各位 未來整個立法院的主戰場 會在哪裡 當然是非綠跟綠營的戰爭嘛 好董事長 我現在真的要佩服你了 你真的是最了解柯建民的 你昨天 他寫那麼多 你說他只是寫給誰 寫給賴清德看的 但他不再告訴賴清德 我很重要 我很重要 我想真的還假的 果然 後來他又寫了一篇了 我覺得他太厲害了 是把賴清德主席講的話 竟然羅列好幾點 清楚 你變成賴清德所謂的佈記了 幫賴清德寫筆記了 另外 不斷地強調 未來朝小野大 朝小野大立法院會很辛苦 立法院如果很辛苦的話 誰會變得很重要 柯建民就變得很重要了 唯恐天下不亂 就是柯建民 這個哪有這種 哪有這種總召的嘛 這個太離譜了嘛 最新的 今天他去參加的 民進黨的中常會以後寫的臉書 他提醒我們的賴主席 總統當選人 以後委員會 從委員會開始喔 就要開始動員 動員是幹什麼 舉手表決 打架 打架 他不是表決 民進黨動員 然後動員表決 他講說 新國會情勢非常緊繃 民進黨現在不是國會多數 沒有優勢其次 未來在立院各委員會 可能要常常動員 會不會動員是表決 不是打架 動員 你的數量就是劣勢 動員幹什麼 所以幾乎每天都要打仗 打仗改成打架 打架嘛 他在幹什麼 他在恐嚇賴清德嘛 當然是恐嚇賴清德 這哪一支好話呢 我當總統 我知道我現在嘲笑也大 那我最好的政治怎麼處理 我當然是要跟國民黨談啊 我跟韓國瑜溝通就好了嘛 為什麼動員打架幹嘛呢 一開始就是圖謀不軌嘛 韓國瑜這個人是一個和平 是一個和平使者 韓國瑜是很nice的人 韓國瑜不跟他吵架的 韓國瑜捧那個臉 給那個 傅崑奇看 傅崑奇看 有原因的 我認為啊 傅崑奇答應他然後反水 不然韓國瑜這個人很好的一個人 我跟他打過交道啊 他告我 我去跟他碰個面他就撤了 他這幾句話就很輕鬆 他這個人是很不錯的一個人 你知道嗎 他不會跟他吵架 所以你怎麼一開始就希望跟韓國瑜吵架呢 打仗 打仗 所以這個是壞的點子嘛 就唯恐天下不亂 我講的是 所以他一開始就把他 然後這裡面講三方 三方的工作平台要密切合作 哪三方 一個黨中央 一個是行政院 一個是這個立法院 那你們還露一個地方 總統府 他不敢講啊 這不能講 還有一個總統府在蔡英文手上嘛 所以這個講話都吞吞吐吐 馬屁喔 會拍錯拍到馬腿上 好 你再看前一天的那個發文 更噁心啊 他怎麼講 你知道嗎 他說以後要有 要有 要有 國家新的力量 新台灣新力量 扮演國家與政府的橋樑 橋樑 我請問你 你這個國文比較好 什麼叫做扮演國家與政府的橋樑 請你給我解釋一下 這個國文是什麼意思 這個文字什麼意思 扮演國家與政府的橋樑 我怎麼看不懂 難道國家跟政府在兩邊嗎 柯建民 你的什麼中文啊 你在國文程度有 扮演國家與政府之間的橋樑 有 有 立法院 有 柯建民要扮演這國家跟政府之間 國家跟政府是什麼回事啊 這同一件事變成兩件事了嗎 我被他講是兩個國家兩個政府 就胡說八道 然後第二 這個語言不通了 馬屁拍的 什麼叫做新國家新力量 我老天爺啊 你害死賴心得 為什麼 他現在最怕新國家了 當然怕新國家 新國家台獨啊 他在美國都已經警告你了 你要搞死我 你不是搞死我 什麼新國家 新台灣 他寫新台灣新力量 他不是新台灣 新台灣新力量 新台灣是什麼東西啊 新台灣不就是台獨嗎 害死賴心得 賴心得給你搞個新台灣 我的鼓台灣流口 不是蔡英文路線嗎 你不要跟我講新台灣 你就故意害人嘛 所以這兩名都不喊好心 不是 程度不好 拍馬屁拍到馬腿上 然後後面還更噁心的 他說過去八年 在蔡總統領導之下 這個國家發展的 這個國家發展的這個 國家目標 未來呢 要有這個國家發展目標 董事長 你說 現在對於我現在終於懂了 你說柯建民 他就想要朝小野大 他就想要天下大亂 他要天下大亂 他才有他自己空間 不然 他根本就沒空間了 他還認為他會繼續當 總召 很簡單 民進黨總召什麼規定 你知不知道 選舉一次啊 一年選一次啊 他不是永遠的總召嗎 誰規定的 黨綱有這樣寫嗎 你為什麼是他 所以真的像你講的 他現在滿懷著 就是要賴清德 觀愛的眼神 我跟你講喔 這個威脅帶恐嚇 然後帶真實 這個東西 這個要他知道 求愛求不到 乾脆用恐嚇的機會 比較大一點 所以他這裡面 雨帶恐嚇一大堆啊 賴清德一看完 絕對不會高興的啊 你這搞什麼東西啊 你要跟我搞個新台灣 對 我今天最煩惱就是這個 我過去在立法院講那個台 講那個台獨 不時的台獨工作者 搞得我現在頭痛得不得了 現在調整520要怎麼講法 講個不好的是亞洲會地震 你現在跟我搞個新台灣 你是拍馬屁還是害我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他現在講了半天 都是講他自己的理念 他如何奮鬥 那賴清德是在跟大家演講 是講他賴清德的奮鬥 他現在把賴清德的奮鬥 轉成了我柯建民的奮鬥 表示他是賴清德 他們兩個是這個一體 他們兩個是同胞兄弟 亂搞一通 最重要就是你剛剛講那句話 今天民進黨在立法院變成弱勢的時候 他期待由他來代表賴清德 跟國民黨跟民眾黨談判 這他希望的所謂的這個阿扁的2.0 阿扁朝小野大2.0 再度在立法院出現 他就有操作的游移的空間 他搞錯了 因為新潮流是一個非常可怕 而且有力量的派系 不可能在這種事情發生 相反的賴清德現在的就任以來 第一個工作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工作 520之後第一件事情打攤譜 那是賴清德唯一火弱 賴清德 打破10%的火弱 只有靠打貪腐才能把民調 衝破50% 否則這個政府六個月就垮掉 好 候選 真的是春江水暖壓先知 今天剛剛講陳耀祥 阿博大哥你是7月 7月31號到任期 1月就說我不幹了 還要趕快你看 因為未來立法院的身材 真是完全不同了吧 我覺得結構會決定結果 我一直這樣講 結構會決定結果 你今天看這個你就覺得很好笑 你就覺得民政黨的訴求很好笑 一開始就覺得他們全世界最快 我提出四點訴求 陳耀祥告訴你什麼 你那第二點訴求根本不用提 什麼人事同一權不用 光這個結構讓人聽死啊 他就馬上說我落跑 不用你們來演審我馬上就落跑了 我們再看其他的 最近國民黨不是開始提什麼 那個核電演繹啦 不在即投票 你原本覺得說我提了四個對不對 現在必命票 那四個東西都不知道在哪裡 結果國民黨提的 你每一個都得跟 每一個議題你都得跟 人家不斷 你覺得你跑得快 結果問題是人家接著不斷的 不斷的丟議題 每個議題你都得跟 不是說原本就覺得說 你們兩個都要看著我 看著我決定 結果你發現說 你最後是你的議題跟不上 你的議題是空的 你提了四大改革 陳耀祥告訴你說 就結構就已經決定那個結果 不用改內容啦 修不修法不重要 結構才重要 結構會決定結果 所以你現在的狀況 民眾黨就變得很尷尬嘛 你現在接下來要怎麼辦 你還要 人家已經開始丟法案了 已經開始丟核電 開始丟不在即投票 你還在那邊抱著一個國會改革 你這個訴求你要抱多久 而且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民眾黨現在會變成分成兩塊 就是剛剛講說 一個三個一個五個 這三個人反正呢 尤其那兩個呢 毛起來是這兩年 我就反正到處去闖 到處去撞 反正我只要聲量夠高 我叫他去選舉 這樣就好了 至於成不成無所謂 另外那五個不一樣 那五個你想想看 他們五個人孤孤零零的 因為你反正是每個委會 每個委會你八個人 就是八個委會一個一個一個 我孤零零的一個人在委會裡 又要怎麼辦 我要喊反對 沒人理你耶 沒有副議啊 你旁邊要很副議啊 你副議要從哪裡來 你當然是正常的狀況 你是要找國民黨啊 你會找民進黨說 你別人來保護一下 反對你自己嗎 不會嘛 一定是找國民黨來反對 所以你說 你為什麼會說 剛剛講說開記者會 現在只剩下三個人 其他那五個為什麼不見了 我將來以後要跟國民黨的立委相處 沒有他們在 我如果跟他們鬧翻了 我將來什麼都沒有啊 所以我不可能 他們的根本利益是有矛盾的 那我做一個立委做了來 就算真的只有兩年好了 我總希望留點什麼 預算能夠刪法案 能夠審吧 對不對 你如果說我跟國民黨鬧掰了 我剛剛就講了 你到委員會去 沒有 院會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黨團提案 沒有錯 但是你到委員會去 你有什麼東西 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現在看到那些人 為什麼就閃得淵遠的 將來我一定試著 去跟國民黨合作 試著跟國民黨合作 我才有監督 我總不能去幫著民進黨護航吧 對不對 不可能嘛 我覺得我才有監督 所以你說你也同意 這個根本的架構是 民眾黨只能站在 民進黨的對立面 我覺得 我覺得最起碼 對多數的其他的立委來講 是這樣 今天柯文哲的問題就是說 他剛開始被黃國昌跟黃珊 那兩個牽著鼻子走 我覺得他遲早會發現不對 因為你發現 這個遊戲玩不下去嘛 我剛剛講了 國民黨的案子已經慢慢 蹦蹦蹦不出來 這還不是黨團 總召都還沒選出來 黨團的方向 那些都還沒有出來 結果慢慢的發現 這些題目 你都跟不行了 你這樣來 人家真的 52個人上來一起玩的時候 你真的玩得贏人家 好 朱瑞士 你跑過立法院 你跑過行政院 你跑過總統府 今天柯建銘講 新國會的形勢非常緊繃 民進黨不是多數 沒有優勢的形勢 未來在院會 各委員會常常要動員 幾乎每天都要打仗 一旦委員會的決議 跟政府的方向抵觸 民進黨的執政會非常的辛苦 所以他強調一個 未來立法院的院會 才是未來四年的主戰場 法律哥你注意看 柯建銘他的這兩篇臉書 都不是他的文章 大家都誤會了 這兩篇臉書 是兩篇報導的內容 他下面都有引述 但是他把它貼出來 包含了自由時報 這是自由時報的內容 一個字都沒有改 所以你看 據轉述 他怎麼會這樣寫 他人在裡面開會 所以他根本沒有時間 去寫臉書 但他把這個貼出來 所以你要去解讀說 柯建銘現在是不是 剛剛講國會 國會是多數 這個跟他放棄立法院 展望遊戲公司上去 是兩回事 他沒有放棄讓立法院長 游錫坤繼續當立法院長 還要這個 這點我在這邊 我要在觀察跟他講 我的看法是這樣 很簡單 因為游錫坤早就不當立法院長了 他要回到宜蘭去做地方的文物制 他是因為賴清德去宜蘭的時候 兩度嘛 然後三度 然後賴清德把他這樣手拉著以後 拉到後面去 跟他拜託 一定要他來留在立法院 當立法院長 他才繼續排部分區的 所以游錫坤如果當不上立法院長 賴清德當初的邀約 就沒有意義了 到現在為止 我不認為民進黨已經放棄讓 游錫坤當立法院的院長 那這兩篇文章都是最近 媒體報導 這個立法院裡面的 民進黨裡面的事情 他把它貼出來 完全他連寫臉書的時間都沒有 這不是他寫的 這是他把那個 報導裡面的完全照貼 他可能沒有小編或是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柯建民他 他講的一句話很霸氣 現在立法委員當第二屆就資深了 當十年的資深了 他說我是當十屆 什麼十年 我實屆立法委員三十年了 所以他一輩子的職制 就是牙醫跟立法委員 然後現在當立法委員 就是要在虎口拔牙 他完全認清在立法院 票數加起來民進黨 是少數的事實 可是你如果已經解讀說 他就放棄游錫坤 不會選到立法院長 我覺得這解讀是錯的 第二個 當然有可能選不上 他說選不上就選不上 以前民進黨議員 七十六歲 我們也是照片 國民黨要找到任何賠儀嗎 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 現在柯建民是在玩一個 就是最大的風險 就是我剛剛在問問你說 那目前柯文哲在做什麼 我覺得柯建民以他跟柯文哲 兩個人在新竹 他們竹中學長學弟 而且柯建民 柯文哲剛入政壇的時候 其實跟柯建民是非常密切的 他還會去轉動柯文哲 我覺得他一定會在這幾天 非常用力的轉動柯文哲 柯文哲 他敢去跟民進黨 我不知道 這個政治上的合作嗎 柯文哲這個可能 董事長比較了解 我真的不知道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 讓我感覺就是不可測 因為不可測 所以如果可測的話 那現在很清楚 一定就是投自己 然後韓國瑜當院長 因為民眾黨這一次的條件 是 你說柯文哲 完全不可測 他怎麼想 他可能覺得那樣做比較好 而且我現在投給柯文哲 代表我以後不能罵 那個民進黨的行政院長 他可能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覺得很難講 所以他的腦袋 跟我們長不一樣 老杰哥你要知道 韓國瑜早上他寫這個臉書 就是在呼應 因為他已經黨內搞 先安內再攬外對不對 所以他黨內的副文 其實這一出處理完了以後 今天開始對民眾黨喊話了 你不是一直講說 對於四大改革有呼籲的人 你們才會投嗎 那現在柯文哲有沒有 沒有嘛 那我韓國瑜是不是出來寫了說 我對於四大改革我都認同 所以第一個回應他就是黃國昌 可是黃國昌回應他之後 這個是早上的事情 到了下午 陳志涵還要代表民眾黨出來否認 民眾黨以及柯文哲 將會支持韓國瑜的傳言 你就搞不懂民眾黨在幹嘛 就是以這樣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後面的變數還很多 簡單講柯建銘已經做好 民進黨選不上立法院長 但是他會繼續當總召 他會繼續在這個怎麼講 就是跟國民黨在對抗路上繼續走 他今天也開了一個threat 今天還開的 他說總召什麼意思 就是總是很著急 但看起來不急 這叫做總召 他就是總召 他應該對於尤其選不上這件事情 非常著急 可是他還沒有放棄努力 你說現在其實最後面拍板定案的還是柯文哲嗎 而且我卻發現柯文哲最近都沒有聲音了 然後柯文哲最近不但沒有聲音 他都在爆氣象了 他在看這個整個生態的發展 其實他也是非常關注自己的黨 還有他提出來這些意見 其他政黨的反應是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君王論裡面有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要君王要扮演像獅子 還有跟狐狸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柯文哲他也讀過君王論 他也知道他自己他也曾經拿馬跡為禮的東西來講 他曾經他就看著自己裡面的人在那邊內鬥 然後裡面外面的人跟他在內鬥 所以大家鬥來鬥去 所以現在來講他還沒出招 因為2月1號的這一關來講的話 事實上是民眾黨在測試藍綠的一個最好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時機 怎麼叫測試藍綠兩黨 測試藍綠這就是說意思說他本來來講的話 他到底因為他說要橫跨藍綠之外 那現在來講的話 他也是靠著罵民進黨起家的 那今天他對民眾民進黨來講 你看民進黨現在結構也是很特殊 剛剛有提到柯建民喔 柯建民不是新系的嘛 那柯建民以前來講的話跟小 那當時他也想當院長嘛 但小一不讓他當院長 不讓他當院長 然後現在來講你看 這個大部分都還是有新系在把持嘛 那你如果賴上去之後所用的人 你剛包含陳曉翔這也是書系的人 然後柯建民也不是新系的人 那這些人怎麼辦呢 他一定要做一些動作嘛 所以現在來講 各黨都在玩各黨自己內部的東西 那民進黨這邊來講就是在看 這個能不能老闆給我一個 一個也愛的眼神之類的 等到吳衛林之後 到底有什麼 董事長講的沒有錯 賴清德唯一現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打貪反腐 而打貪反腐的過程當中 不是只有打民進黨而已 連國民黨民眾黨這些人 有的人有貪污腐敗的也可以打的 這用東西來做前置 因為這是政治權術啊 政治權術你不是只有行政權而已啊 你還有司法權啊 你司法權在立法權這邊 立法權那一站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每個國家都這麼玩的 那你在立法院來講的話 這三黨的生態就是這樣子 因為民眾黨只能站在這個 這個民進黨的對面嘛 那他怎麼樣去侵蝕國民黨 就等著國民黨內部來講 等著權力鬥爭又再混成一團嘛 所以現在2月1號是看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民眾黨後面再出招 當然我們講說格局決定一切 小黨有小黨的悲哀 這沒辦法 因為他連我們剛才講到 連提案權都沒有 連什麼都 而且包含他的這些所有人 包含連憲政基本的觀念 都搞得亂七八糟 什麼倒閣不倒閣 倒閣不是你說小黨說了算 倒閣是你兩大陣 而且那個他有比例 按照比例才能夠辦法倒閣 對 不是這麼簡單 而且就是說倒閣 你這個還要解散國會 你覺得民眾黨你可以選的比這次好多嗎 你說不定大家一看過你手腳的話 席次也說不定下降也不一定 所以現在來講 他們就不然就在拋議題 這拋議題不然在幹什麼 都在測試這個風向 跟測試大家的反應是什麼 測試藍綠的對他們的反應又是什麼 所以現在柯文哲 雖然看起來他只關心天氣 這幾天來講真的非常非常冷 但是事實上他我認為他還在學馬雞為禮的 裡面在看騎關山看北燒湯 好董事長 昨天我們有講的 陳志涵在丟出所謂的倒閣的時候 我講這個人 剛剛講你的憲法沒念好 你當時整個結構沒念好 因為總長 嘴尖皮厚腹中空 可是有人講不是喔 陳志涵怎麼敢自己丟 唯一他怎麼敢這樣丟 唯一可以叫他丟的就是柯文哲 有可能嗎 陳志涵沒有這個程度談倒閣問題 倒閣是憲法的問題 倒閣權跟信任投票 對 一體之兩面 談那麼高深的問題 當然是今天有人教他 那教的人是不是柯文哲 我認為不是 柯文哲也沒這個程度 柯文哲沒事 他們旁邊有一些高級的教授 都談這些事情 會聊到這個倒閣權 跟這個信任投票的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談這個幹什麼 剛剛廷文講的對嘛 創造議題而已啊 無聊嘛 他就是要聲量聲量聲量 他刷存在感 他告訴這些小草 而且我們很強勢 而且他在哪裡講這個事情呢 他在電視節目裡面講 這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這是陳志涵跟黃珊珊之間的矛盾跟鬥爭嘛 你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那我小姐姐老娘也開我的記者會 兩邊再比別苗頭比風頭嘛 這根本內部的鬥爭而已 那這種事情會不會停 不會停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了黨中央的以小姐姐跟他的先生 跟柯文哲這批人 他們掌握文宣機器 所以不斷的創造發明一些奇怪的議題 跟小草互動 因為他們 對的錯的好的壞的都不重要 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 他的目標是一個 我告訴你 抖音30秒 民眾黨提出倒閣這種兇患的議題 抖音小鬼一看 讚讚讚 抖音30秒 沒有談頭尾的問題 我們花了一大堆時間 去分析東分析西 其實他只要後面 減30秒 他只要30秒 30秒結束了 主要 這個就是一個抖音30秒的政黨